讀書最慘痛的經歷 曾經有個讀書最慘痛的經歷就是 其實我只是公開考試 我很有信心的學科 真的很有信心 我也溫了很久就輸了 目標是獲得一定的成績 但是我記得我獲得成績單的時候 是低了兩個grade 結果是好錯 我直接去評論那份卷 為什麼會這樣 我記得我拿那一刻 我就立刻抱著我欺負 在哭 因為他其實背叛我一齊成長 他見到我這麼努力 他好像跟我一起去作戰的隊友 然後他也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有機會 我考試的時候太有緊張 所以導致有這個經歷 令我記得一輩子 中文字幕提供